怎么快速计单词 一个单词给你讲清楚 其实非常简单 只需两步就搞定 今天老师用一个单词给你演示一遍 来看到我们这个第一步呢 是先会读会写 来看到这个单词啊 春天和温泉这两个意思 好看到音标这里 第一个发音呢 发s 第二个发音正常发p 但是这里需要濁化 所以这个部分要读成sb 好这个呢 发rororo 后面这个部分 把它看作一起的就行 发音呢 读ing 来 sb RAWING RING SPRING SBRAWING RING SPRING OK 这是春天的这个音标的拼读 好的 因为看这个单词这里 我们看看对应的字母是发什么的 来 首先 SP 同学们 只要你听到这个SB这个读音 对应的字母就肯定是SP 这个是没有变的对吧 好 然后字母R呢 发音是RARARA 这个也很好区分 因为它只有一个发音 也是对应这个字母 然后后面 IMG这三个字母经常在一起 很多单词里面都有 只要你是学英语的 这三个字母你一定经常见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通常直接发ING ING就可以了 RAWING RING 这就像前面SP 这变成SBRAWING OK 这是我们这个单词的拼读 好 到这里以后 那我们立马试一下听音拼写 同学们挑战一下 来 我拼你写 来 SPRING 写一下哪两个字母发 SB 哪个字母发 RARA 哪三个字母发 ING SBRAWING SBRAWING 怎么写呢 好 写完看到这里 SB写 SP RAW写字母R ING 这三个字母的组合 对不对 好了 同学们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步 叫会读会写的 你看 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如果你会音标 你会拼读的 了解它这里的翻规则了 是不是很容易把它写出来了 所以这一步呢 基本上啊 如果你能把音标过关的话呢 是很容易的 就是几秒钟扫一眼过去 拼一下写一下就完事了 相反 如果说你的发音没有过关 对吧 比如说音标可能还没有学会 拼读也没有学过 那么建议你先把音标拼读先过关 因为读准单词本身是快速记忆的一部分 而且读音也是记忆的一部分 所以一定要先把读音过关啊 来看到第二步 第二步呢是记忆词 你看我们这个单词呢 有两个意思 而且都是非常常用的 那记忆词呢 也是阿东同学觉得特别头疼的一部分 那么咱们第二步 就专门解决记忆词这个问题 而且可以非常精准的记忆 它叫做分解的吧 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从这个单词里面 拿出一些字母 或者有时候用了字母组合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用S 和有P这两个字母拿出来 作为线索去把这个单词的意思 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精准记忆 而且有利于你往后去复习和记忆 来看一下啊 首先S这个字母 我们用它代表蛇 你看它的这个形状是弯弯曲曲的 是不是还挺相似的 是吧 然后P字母P 代表这个旗子 也有点相似是不是 这个地方应该很好理解吧 那这个单词呢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春天 一个是温泉 如何记呢 来到你们 我收的打开一下想象力 我们可以想象 有一条蛇 有一条蛇 它爬到高高的红旗上去晒太阳 因为春天来了很温暖 对吧 春天来了很温暖 再也不用去泡温泉取暖了 对不对 因为春天来了嘛 所以单词呢 就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春天 一个是温泉 好了 记完之后的话 我们一般会回来看这个单词的字母 回忆一下这身印象 诶 这个像什么 蛇 这个呢 像红旗 诶这个蛇爬到高高 红旗上去干嘛 晒太阳为啥 因为春天来了 这个春天到了 很温暖 而且它也不用再去泡温泉了 对吧 这单词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温泉 一个是春天 那么像这种字母 或者说有时候用到的字母的组合 对应的图像 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完整的单词运压课当中 都有详细的这个总结 还有专门的这个讲解 而且这些字母 或者字母组合对应的图像呢 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这一整套的编码 你可以用它记任何单词 而且只需要基本上你 这一两次就记住了 很简单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单词编码素记法 安卡 读 还有写 还有下面记一词 三个点全面兼顾 普通同学呢 也能学会 而且这个方法就在一书能生巧 这里呢 老师是给你演示这个方法 所以讲的有点慢 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把这个方法熟练掌握的话 是可以记得很快的 像很多刚老师学习的同学 他们熟练掌握之后 都可以轻松的做到一个小时 配一百多单词 所以熟练掌握 你也可以做到 好 这个单词你学会了吗 学会东西记得打卡 学会两个字啊 如果你想快速的短时间 掌握全套的方法 那你可以学下老师完整的单词码课 好我是Hedy 关注我轻松学英语